星云法师此事想其寿97岁 各界哀悼 那么慈记基金会创办人正言法师也写了一篇悼念文 请佳琪带我们了解 星云法师在前天的时候是安桑的原籍想其寿97岁 那么就在各界哀悼这一名宗教领袖的事事之余 那么包括了慈记的正言法师呢 也悼念起这一位星云大师 他说感念他过往的爱护 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包括了在慈记的官网首页 也换上了星云大师的剪影 那么写上了就佛工上的创办人 星云大师舍报原籍 对他有无限的尊崇以及悼念 那么其实正言法师呢讲到这一位老朋友 他也讲到了 他说呢长期以来呢 星云法师都积极的在文化跟教育界来生根 那么其实一生著作无数 他的佛法辉弘 甚至他的文采都是他相当敬佩的 他说呢其实过往有一次呢 在花莲的慈记医院动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是1983年的时候 他当时邀了星云法师来参加动土典礼 那么星云法师也的确到了现场 而且成心与慧还给予祝福 这样子过去这一段情呢 他始终敢念在心 深信呢这个大师虽然肉体已逝 但是他的智慧佛光将会长鸣不灭 不过星云法师他早就看淡生死了 他之前也曾经说只有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意义 不过现在传出他年轻的照片也曝光了吗 佳琪 星云大师原集之后呢 现在也在网路上引发了许多的讨论 那么有网友就把他过去年轻时的照片 给po出来 那么不少人都惊叹 原来星云大师年轻的时候怎么这么帅 我们现在看到星云大师呢 其实他是一九二七年生于江苏 那么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找寻 他的父亲的途中 那么意外的遇到了一位住持 那么他也决定要来剃渡出家 所以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 随着国民政府拨迁跟随来台 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一九六七年创立了佛光山 当时很多的信众呢 还觉得说在高雄大树这个地方 可能连鬼都不来 当时星云大师还说 没关系佛来跟人来都可以 那么呢 他想骑授九十七岁 在前天的时候是安森的原集了 但是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现在网友就翻出 过往的星云大师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张照片 很多网友就说 天哪 这是美男子也太帅了吧 而且还大震 星云大师年轻的时候 颜值很高 其实呢 星云大师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他自己有一套 他自己的想法 他说呢 其实活的岁数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留下了 什么样子的生命意义 而且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也畏惧过死亡 尤其呢 他小时候还经历过枪林弹雨 害怕离世带来的痛苦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纪的增长 他也逐渐的理解了 他说呢 其实面对死亡 就是无所畏惧 而且呢 当睡觉 安眠就好了 死亡并没有想象的 这么可怕 而星云大师在原集之后 佛光山的未来呢 佳琪据了解 他是不是已经建立了 很完善的接班人制度啊 随着星云大师的适事 不少人都好奇 那么接下来的佛光山 会不会因为没有领导人而大乱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星云大师很早就想到了 所以他早就创建了一套领导人制度 那么也有相关的组织章程 要让佛光山呢 在没有他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稳定着状 那么其实呢 在创建佛光山之初呢 他就制定了一些组织章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四十岁的时候创立的佛光山 红法的版图呢 不只在亚洲 不只在台湾 还包括了五大洲 就连澳洲 美国都有他设立的学校 那么跟随出家的弟子 超过了两千人 那么全球的信众呢 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 那么他说了 即使自己退位不当住持了 他仍旧是佛光山的一份子 而我们但你看到的是 他创立的这个集体领导制 就是佛光山的组织章程 里面讲到了 签名的法师里面呢 他们来选出综委 那么由这个宗教委员会定期开会 而且由他们的选举呢 来投票选出最公平的方式 接任住持 有人就说了 他把这个法规划呢 是直接带进了这个佛光山里面 也因此呢 在一到三任的时候 他是当任住持 而现任的住持者是新宝和尚 那么当时其实 在他现任住持的时候 很多的信众都有不一样的声音 希望他不要走 他是强调了一定要把他放下 而且呢 希望这套制度 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 也可以走得很长远